哎呦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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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我的妈爷 视频中的惊悚一幕是重庆公交车坠江时的真实录像 可以清楚看到 桥上的大巴车突然左转直直冲向护栏 最终掉落江中 这是发生在2018年12月28日上午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的地点是重庆市万州区长江二桥 而这起事故最终造成了全车15人包括驾驶员在内全部死亡 那这起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后 瞬间引起了大众关注 网络上也迅速出现了不少目击现场照片 因为现场一辆红色小轿车被撞到 桥边护栏也直接被撞毁 而公交车冲破护栏直接坠入了江宫 已经不见踪影 所以许多网友看到照片之后 纷纷指责红色小轿车的司机认为是因为红色小轿车逆向行驶 才导致公交车躲闪不及坠入江中 当时红色小轿车的驾驶人员是一名女司机 事故发生后还经历一段时间的网报 直到后来 警方公布了监控视频 和当时桥上其他车辆行车记录仪的监控 在视频画面中 可以看见画面中心有两辆车 一辆是当时发生事故的公交车 另一辆是从对面驶来的红色小轿车 在事故发生前 两方都是正常的行驶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原先正常行驶的公交车 突然向左转弯偏离了正常行驶的路线 整个车子越过马路中心的双黄线 冲向了大桥左侧的护马 而对面驶来的红色小轿车躲闪不及 也被公交车撞到发生了事故 但公交车撞到红色小轿车后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直直的冲向护栏 最终一头栽进江中 当时就有过往车辆和行人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和搜救人员赶到现场后 一边对事故场定进行了保护 指挥大桥上拥堵的交通 让大桥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 另一边 相关部门也安排了70多艘专业的打捞船进行救援 但是由于公交车是整车直接坠入江中的 事故发生的很突然 所以乘客还没来得及成功跳车 公交车迅速就沉入了江底 存在幸存者的几率很小 但即便如此 相关部门依旧没有放弃 所有人都祈祷着有奇迹发生 然而搜救人员在经过三天辛苦的搜索后 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 只成功打捞出了坠江的公交车 和不幸遇害的乘客们的遗体 事故发生后 媒体们迅速进行了相关报道 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推测坠江事故的原因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红色轿车车主被网友指责外 也有人猜测是公交车司机引久驾车 还有人认为是当时桥面车道上有义务 导致车轮打滑 偏离放弃 一时之间 各种猜测众说纷纭 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暴 直到在搜救人员成功打捞坠江的公交车后 相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对车内的监控进行了复原 事实的真相才终于浮出水面 这是2018年重庆公交车坠江的真实影像 车内15人无以幸存 而事故原因竟是一位女性乘客与司机发生了肢体冲突 最终酿成了惨案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位女性乘客与公交司机究竟有何矛盾 这名与司机发生冲突的女士姓刘 年龄49岁 是一位布衣馆的老板 她当时乘坐公交车准备去店里 本来应该在家居城附近公交车站点下车 但是当时城市建设 室内公交车线路有所改变 22路公交车不再经过家居城公交车站 虽然在上车时 公交车司机通过车内广播提醒了各位乘客 并且在离家居城最近的公交车站 提醒大家去往家居城的需要下车转程 但是刘某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提醒 还是坐过站 而在发现自己坐过站之后 刘某就要求司机立马停车让他下车 最开始 司机遵守公交车驾驶的规定 耐心向他解释 要到下一站才能下车 不能中途停车开门让乘客上下车 但是刘某不依不饶 见司机不同意他的请求后 开始对司机进行辱骂 司机再次和他耐心解释 刘某不但没有接受解释 反而更加不满 并且见辱骂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后 他开始用手派打司机的肩膀和头部 拉扯司机控制方向盘的双手 这样的行为严重干扰了司机的正常驾驶 无奈之下 只好一只手挡住刘某打过来的巴掌 另一只手单手控制方向盘 而在两人发生冲突20分钟内 当时车上的其他乘客 并没有及时制止刘某的行为 而是选择冷眼旁观 最终导致在跟交车驶向大桥的时候 司机没有及时挡住刘某的手 被刘某拉住了方向盘 最终方向盘出现了偏移 公交车失去控制 而等到司机发现偏离车道时 车辆已经无法控制地 越过了马路中心双黄线 司机连忙向左打方向盘 但是还是撞到了对面行驶而来的 红色小轿车 又冲破了护栏直直地冲入江中 伴随着车内乘客的尖叫 公交车从距水面几十米的大桥上坠落 沉入水深70多米的江中 而事故发生后 相关人员排查原因是 对驾驶员的生活轨迹进行了调查 排除驾驶员引擎 精神异常等原因 而通过对公交车残骸的鉴定 也排除了公交车制动故障 灯光 信号 转向等系统异常等原因 最终确认导致本起事故的原因是 乘客与司机起争执 司机分心导致公交车骗离方向 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虽然这起事故 乘客刘某的不讲理要负主要责任 但除此之外 也有网友认为 公交车司机处理问题不够理智 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发生这样的情况 本可以停车报警处理 而不是与乘客发生冲突 并且在冲突期间坚持驾驶 此外 也有一些网友认为 如果车内的其他乘客当时帮忙 制止了刘某的不理智行为 这一切也需要不会发生 但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如果 而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2018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发生之后 全国各地又相继发生多起 由于乘客与司机争执 导致交通事故的事件 那相关部门对此又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2018年11月15日上午 北京顺意的一名女乘客 自公交车上 叫嚣着要死一起死 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坐过站 要求司机立即停车 让他在路口下车 对此 司机解释 只有在公交站牌才可以停车 让乘客上下车 好在最后在车内 其他乘客的劝阻下 这位女乘客妥协了 选择在下一站下车 2019年1月13日 归阳市一名醉酒的男子 乘坐公交车时 要求司机在路边停车 由于当时路边并不是公交车站点 司机按照公交车形式规定拒绝了他 但要求被拒后 醉酒男子 就不断提揣公交车车门 然后走到驾驶室旁拉扯 殴打司机 幸好车内的其他乘客 联手将他制服 才避免了一场交通事故 随即司机报了警 当地警方也对这名最久的乘客 进行了拘留 2020年6月26日晚上21点左右 甘肃沦兰州市也发生了 由于乘客与司机的争执 导致交通事故 乘客王某因为坐过站 要求司机霍某停车 受到拒绝后随即对霍某进行了殴打拖拽 导致司机霍某驾驶期间 双手离开方向盘 公交车失控 撞到了正在路边作业的玩卫工人曹某 最后曹某在医院抢救无效后去世 之后 当地警方逮捕了王某和霍某 根据刑法第115条的规定 分别判处王某和霍某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有期徒刑11年 而这些事故无不触目惊心 于是为了避免此类事件 规范乘客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召开了案例大讲坛 以重庆公交车事故为例 对于乘客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如何认定法律责任 如何预防的规制 以及立法完善等问题 进行了探讨和解决 根据规定 对于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妨碍行为 可以根据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乘客进行刑事处罚 最高可以判处私刑 而对于轻度妨碍司机驾驶 辱骂司机 但是没有影响到公共安全的 实行行政处罚 如此一来 就进一步要求乘客 在乘坐公共交通时 要遵守法规定 不能妨碍司机安全驾驶 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 妨碍公交车司机正常行驶 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而除了对乘客的行为 做出规范以外 对于公交车司机 相关部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与乘客发生冲突时 一定要冷静处理 不能与乘客互殴 影响驾驶安全 在实在无法正常驾驶时 应该立即停车 报警处理 而不是在驾驶期间 与乘客起冲突 影响公共安全 此为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许多公交公司 已经在公交车驾驶座 与乘客之间 安装了挡板隔断 防止乘客与司机发生肢体冲突 甚至上手拖拽司机 争夺方向盘 交通安全无小事 千万不要为了一时冲动 而做出让人悔恨终身的事情